美国对中国开放了十年多次的往返旅游签证申请之后 中国赴美的人数进一步增加 2014年一共有68.6万名中国游客到访洛杉矶 人均消费1675元 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大陆游客 洛杉矶会议及旅游局制定了战备中国计划 市政府计划对于中国旅客拓展更多的旅游业务 以后来到洛杉矶的中国游客 只要见到这个标志就可以期待更加贴心的旅游服务 其实这个标志是洛杉矶旅游局颁发给那些经过专业培训 对中国旅客文化偏向有更深入认识的旅游业者的一个认可 我们希望呢就是针对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培训活动 然后针对我们洛杉矶旅游局的会员 包括酒店景点包括餐厅或者是车子各样的旅游服务公司 我们希望能够培训他们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中国旅客的需求 然后为我们中国来的旅客们能够提供最好的服务 当地企业做好迎接中国旅客的准备 下一步就是要将他们的服务介绍给更多的旅游业者 洛杉矶旅游局举办备战中国展会 为的就是要充当他们之间的桥梁 根据洛杉矶旅游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4年中国到访洛杉矶的游坑有近69万人次 仅次于墨西哥和加拿大 为洛杉矶带来年关12亿的经济收入 面对中国旅游业这个巨大市场 洛杉矶旅游局今年又增添24个合资格旅游企业 将被占中国合作伙伴的数量增加至34个 进一步加强了洛杉矶 为中国游客提供一流旅游体验的能力 天哪卫视记者马俊作坊报道